大家好,我是学员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心肝宝贝,肝脏确实是人体身上的宝贝 黄帝内经,两肝主书屑,肝肠血开窍于目 肝脏维持气血经验的运行三方面 而肝脏却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老实人 平时哪里不舒服了,不会喊疼 等咱们发现的时候,此刻问题可能就严重了 五一期间,我和婆婆去拜访一个远方的亲戚 看到她吓了一跳,脸色蜡黄,精神萎靡 整个人像老了十多岁 连吹触着她去检查身体,没想到真的是刚出现了问题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大,熬夜,喝酒,胡吃海喝等行为太常见 再加上气温逐步升高,人更容易焦虑,烦躁,上火,睡不好 这些事都是在默默的爆肝 吃半生不熟的食物容易导致干燥受水 酒精对干燥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气脑忧伤也会直接导致肝细胞缺血 服用多种药物容易产生药物交互作用 有伤肝的风险,等发现很严重的症状,查出疾病的时候就晚了 不少名人家里不差钱,也没能逃过磨爪 可见肝脏的健康重要性 赶紧测试一下你的肝还好吗 如果有这些症状 第一,肝不好,脸上皮肤暗黄长斑,眼白发黄 看起来病痒痒,又丑又显老 第二,肝气不疏离好,脾胃也会根则遭罪 肝气成胃,则胃痛胀满,口苦打嗝 肝气成脾,则消化不良,腹痛腹泻 根据统计,在600多例肝患者当中有64%的人表现出了胃肠症状 肝不好,代谢能力差,吃进去的油脂,糖分代谢不掉 长出大肚子,久而久之,全身都会堆满坠漏 第一次肝长,表现为手掌的大小鱼记处发红 有以上这些情况都要重视 我们公司的同事摄影小程 先前体检就查出了有轻微的久迹性脂肪肝 办公桌上,从瓶瓶罐罐的饮料全部都换成了这一杯养生茶 今天就把这个养肝排毒茶分享给大家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把葡萄肝 葡萄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膳食纤维 以及钙、铁等营养元素 葡萄肝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B2 是肝脏中重要的辅酶 能够促进肝细胞的正常代谢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葡萄肝泡水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促进肝脏的健康 通过其特定的在干燥生化反应过程中 帮助它更有效的排除血液中的毒素 同时葡萄肝水也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来源 它有足够的能力减轻体内的毒素垃圾 我们只要用葡萄肝搭配以下这几物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可以还你一个更加健康的干燥 我们在清洗葡萄肝的时候加入一些面粉或者生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葡萄肝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葡萄肝虽然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多的好处 但是由于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平时一次性不要吃太多 葡萄肝除了对肝脏具有补肝和排毒作用之外 还具有良好的抵御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葡萄肝中所含的微量元素能够防止血小板凝结 防止血酸的形成可以有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且葡萄肝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对于抗癌抑制癌症有一定的效果 对于身体虚弱血管硬化肝炎的病人 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清洗干净的葡萄肝 用水拉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螺汉果花 第一螺汉果花可以清热解暑 螺汉果花性凉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适合夏季饮用帮助降温解暑 第二第二润肺清肠 螺汉果花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润肺清肠促进肠道颅动 第三缓解咳嗽 螺汉果花具有清热化痰的效果 适用于缓解咳嗽喉咙不适 第四美龙养颜 螺汉果花中的花青素等成分 有助于抗氧化 对于皮肤有一定的美龙养颜效果 第五安神助棉 螺汉果花有一定的正经作用 泡水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安神助棉 第六清晰口气 螺汉果花具有清香的花香 喝完之后可以提升洗脑清吸口气 第七降血压 螺汉果花中的一些成分有助于降低血压 接下来再准备10克枸杞 枸杞具有补肾液精养肝明目 润肺止咳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 可以有效的保护肝脏预防脂肪肝 还能刺激机体的生长 对高血压的人群有一定的降低血压作用 另外枸杞水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肾虚 改善肾虚引起的腰吸水软 耳鸣眼肝等症状 平时我们在购买枸杞的时候 不要选择颜色太过鲜艳的 有可能是硫磺炫过的或是染色的 使用这些枸杞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利 枸杞搭配葡萄干 有非常好的养肝护肝排毒的功效 还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减轻肝脏负担 让肝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另外枸杞对于肝血不足所导致的 双目肝涉事物不清 头晕眼花视力疲劳的症状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如果你也是经常对着电脑 长时间用眼不疲劳 也可以尝试用枸杞和菊花一起泡水 可以清干火保护眼睛 枸杞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红枣 红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药 中医上红枣 用红枣来开放 用来养肝排毒 红枣具有饱肝健脾 降低胆固传 抗癌抗过敏的作用 平常经常喝一些红枣水 具有非常好的护肝排毒的作用 搭配葡萄干可以液气护肝排毒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元素 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育 经常食用 红枣有非常好的补血养颜的功效 红枣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红枣盒去掉 接下来把这些食材 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800毫升左右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15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枣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 叫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枣 非常感谢 几种食材搭配在第一起 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和上食纤维 去除晒斑 色斑 黄鹤斑 老年斑 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